今天营养师配上厨师 今天营养师配上厨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Janny 今天呢 有请到我的表弟 Tommy大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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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专访他关于一些煮食的技巧 我刚刚呢就吃了他的这个 叫什么salad 就是chicken girl salad 吃到完了没有了 等一下会放图给你们看一下 想问一下Tommy 你为什么会当厨师的 我当厨师是因为 也不算是兴趣啦 因为我以前也是蛮讨厌做厨师的这一行业的 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设计东西 就是艺术上的东西 就是画画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应该是讲中山的时候 我朋友介绍 然后就做一个part part 介绍去做一个厨房做工样子 然后是摆酒席 就是在里面放压洗菜 之类的东西 放假嘛 没有东西做嘛 就是找一点钱出来咯 过后就是那边开始 就影响到我跟着厨房的改观了 就是因为 因为我就没有想到 我会看到一个厨师在那边跳客 跳那个小鸟 我就感觉到 这个也是一个艺术 我就感觉到 我就爱上了这个行业 就开始拿上 就是说 你把做东西当成一种艺术对吗 对对对 哇 好像我跳日本舞是一个运动一样 对 然后你主要做的是西餐嘛 其实我本身一开头我学的时候就是 学点心 刚刚点心 所以小样的东西 就比较多了 过后就慢慢开始学 法国料理 就是到现在咯 然后就蛮活的 法国料理我不会煮啦 我会吃啦 哈哈 我想问一下你啊 因为其实虽然我是一位营养师 可是对于烹饪的技巧 还是需要像你大大的学习的 我是煮很简单的东西而已 为什么每次我们煮鸡的时候 像刚才你煮的那个鸡肉 那个鸡肉没有那个鸡腥味的 开头你是要把这鸡 要清洗干净 而且那鸡肉也要新鲜啦 那你拿雪藏的鸡的话 它就会有一种雪藏味 会有一种鸡腥味 如果你是拿的新鲜的 就是你把它清理干净 过后你就把一些调料 越 就是越不需要越一整天 就是你越一个小时 它就很完美了 要腌一下啦 最重要鸡肉是要新鲜的 不要冷冻的 冷冻的就可能会有鸡腥味 对吗 他们所谓它冰出味 冰出味 所以要买新鲜煮鸡肉很重要 刚才你有教我一个技巧 就是煮鸡胸肉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让它更顺滑更好吃 是吗 如果你们怕吃鸡胸肉干的话 就是因为干干这样子很难吃的话 首先你就是把它拿那个刀 被这样子敲一敲 就是敲一敲它 然后把味道再液下去 然后你煎的时候 就是你不需要切到饱饱来煎 就是一整块你就是拿来煎 煎了然后过后你再反 反来煎 然后煎了一半你才拿来切 再煎 这个可以锁水是吗 可以帮助 就是锁到它的那个质在里面 因为你们切到薄薄 你煎的时候它水分切不出来 所以东西就会改 这样火候叻煎鸡胸肉的时候 不需要大火 也不需要太多油 就是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 因为基本上它是有一点油分的 那我们煮鸡胸肉的时候要去皮吗 看你们咯 看个人咯 如果是给我的话 我是蛮喜欢吃皮的 你问我营养师 我煮鸡肉的时候一定要有皮的 最好是鸡腿肉 就是你要皮的话 你就先煎那个皮先 把那个油 就是把那个鸡油打出来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什么油了 让天然的鸡油 拿来煮你的菜就会很香 而且比较健康 因为动物的油是适合用高温烹煮的 连厨师都同意 不是只是我营养师讲 煮菜的时候要用鸡油猪油 这些其实是最好用的油 对吗 对对而且也比较香 比较香 因为你用普通油的话就是没有这样香 它就是只是那个淡淡的味道罢了 因为你用它的鸡油 因为把那个鸡油烧出来 就是把它煎出来的油 它味道更透彻 最后一个问题 我刚才吃你这个鸡油 我真的是要赚不绝口 真的 我不舍得吃了 等到它你来 要跟你拍照了 我才吃完它 这个鸡油 为什么会这样好吃 就是它的味道 我吃到它不会太咸 也不会太甜 然后不会太油 它的那个汁 有带果香味 清香 为什么 你加什么醋还是什么 我本身是有放那个一点点的芝麻油下去 然后就是普通的 就是那种果醋 如果是你要果醋 就像苹果醋也可以的 苹果醋 或者是Cherry 就种种 看你中间是水果的 水果的醋 就可以了 水果醋 对对对对 难怪我吃到有水果的味道 诶 这样子会比较健康 知道 像苹果醋 梅子醋 还有什么果醋都可以是吗 对对 这个就是煮沙拉的秘诀 然后还有你要更加香的话 如果是你家里有红酒的话 你也可以再配一点红酒下去 哦 红酒 红酒 哦沙拉再加红酒 啊 加红酒 因为通常在意大利亚的地方 他们通常在沙拉都是有配红酒 都是有放在红酒里面 对啊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比较会 因为健康 还会中间它的酸度 它会对我们的味蕾会很好 哦 对哦 开胃哦 开胃哦 很好很好 所以你们有什么想要知道饮食啊 或者是煮食方面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哈哈哈哈 我们会在下一个影片跟你分享更多 关于营养师吃什么煮什么的小秘诀好不好 好 谢谢我的表弟 大厨 Pommie Chin 下期影片见咯 拜拜 哈哈哈哈 鱼